关系国际法律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开个小会 秘书长也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论述 然后有的比较会讲英文 我也跟他们沟通我们论述 其中一个有这位先生 我名字写在黑板上 中文是食物古圣子 所以这个新吉先生 这个日本先生他是留英的 所以我跟他谈一谈这个情形 他以前也是做外交官的 在日本做外交官的 或是他是跟外交官很接近 他像也做一些这个外国国家 跟日本之间的什么高级顾问这样 所以我们跟他谈谈这个事情 那现在三年半过去了 这一次我们去日本 那主要他是在带我们去拜访这个政要 拜访各方面 因为就是他以前这个外交官还有军方 他很多的认识 他认识这些人很多 所以曾经我们也试过好几个管道 我们怎么样认识日本的一些官方或是军方 但是都没有很好的成果 那日本一定要按照一些关系什么的来打听或是介绍什么的 所以经过他的介绍 我们这次认识几个国会议员 还有认识日本很多那个施议员 就每一个党 因为现在那个施议会主要有三个党 所以我们这些都认识 那另一方面这个是为我们阅笔 要去什么神社 要去一百 接近一百五十位要去拜这个经过神社 我们事先先沟通 所以基本上我们拜访这个国会议员 还有拜访那个施议员是他们要协助这个 这个整个十二月底的行程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又很隆重 但是又可以达到效果 把我们的论述做适当的宣传 所以这些人会在这段时间会继续为我们沟通 跟其他的官员沟通 所以到时候可能来的人不止这几个可能会更多 我们也去那个神社也跟那个主办的人员也进一步沟通 我们来的目的 我们多少人还有有一些表格要填什么的 我们都把这些手续都处理好了 那最主要我们这一次去 当然我们也是 因为我们主席是住在大阪 所以我们先去大阪去看他 然后那边他们有 他们附近的大楼的什么酒楼 他们有租一个会所 他们可以开会来讨论嘛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主席那个Sony先生 他是去日本已经40年吧 他早期去日本也是认识所有这个台独大佬 所谓台独大佬这样 所以听说这两天他也必须回来 因为有那个黄先生过世嘛 那这个Sony先生我们的主席住在大阪 他太太那家人有就是他们那家一共有三个女儿嘛 那三个女儿分别就是 但是他们这三个女儿都是好像嫁给这个台独人士嘛 除了我们主席现在比较离开台独以外 所以什么黄兆堂什么乾隆志 什么这些都变成他们都是亲戚嘛 我们主席也说了 他也常常试着跟这些人沟通我们的论述 但是他们听不进去 因为他们唱 他们的台独歌已经唱了很多年了 所以他的歌喉已经固定了 他们别的歌不会唱了 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 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们说 你唱黑色歌这么久 你有什么成果 因为在我们看起来没有成果 但是anyway 他在那里是做这个事情 然后他跟当地的 日本的 特别是大阪那一带或什么 他也跟他们那个台独在沟通这些观念什么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希望在12月底去日本 因为我们后来考虑说 如果我们12月底在台湾举办什么大的活动 那可能也是新闻都封锁了 所以不会有什么很好的消息 至少如果我们在日本举办 那日本当地可以有一些报道 然后日本的台桥也会知道 所以对于宣传我们理念什么 那在主要是那些政治人物 让他们去了解 我们在日本这一次 我们碰到那个郭会议员 他说好像是这一次中华民国100岁 好像他们有 中华民国有给他们80个名额 就是客委会来台湾度假 然后参加那个100年国庆 所以他们好像有80个国会议员而已 那全城有各位的那个税金负担 你们的税金负担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100年的那个国庆 然后这个日本人有吃有喝 还有其他的 还有纪念品还有什么一大堆 我们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啊 所以我们到日本这一次发觉 其实我们现在才 你先认识这些人 你才有办法跟他们进一步沟通嘛 要不然他不会理你的不对 日本人是这个样子 你要先有谁介绍的 他才愿意听你讲话或是看你的资料 所以我们要先跟他们开始 他发觉说他们对台湾的减确的历史他也不懂 就是很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放弃台湾 那怎么会变成蒋介石 他们也搞不清楚 但是好像是戒指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样 我们跟他们讲 要了解台湾的这个历史 你才知道国民党给你这个邀请 你最好不要去欸 对不对 因为那是维持一种假政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 不然我们12月去的时候 可能有机会跟他们进一步谈 所以我们碰到 我们是礼拜 礼拜三晚上 对11月30 礼拜三晚上我们去参加那个 日本自卫队跟美国军方 在日本的军方的那个 他有一个大的联邻会 他有一个联邻会 不过只有日本军方跟美国军方可以去啊 其他的人 就是还好我们这个 就是还好我们这个 Sinkichi先生 他有军方的关系 外交的关系 他才能给我们安排到这个邀请函 他也认识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退休的人 他还是参加那个会 所以经过这个种种关系 他才有帮我们 帮我们拿到那个邀请的 我们才可以去 所以我们在会上才可以开始跟这些人接触啊 那当然他们也不懂台湾这个历史 所以我们才要开始 接下来要开始沟通了 那我碰过一些是做 我碰过一些人是 比较好是比较做那个 什么日本军方联络处 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军在日本的那个军方联络处 所以跟他谈的比较多 那他说那这个议题应该 应该要展开这种教育了 对不对 那先跟大家沟通了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管道 他要联络 美国大使馆那边也有军方联络人员 他要先经过他们的 这些人比较跟外界比较有接触啊 所以我们要先经过跟他们沟通 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管道 跟这些军方进一步沟通 把这个议题变得不是对他们这么生疏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这样的话 因为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已经拿到身份证了 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份证 如果这个身份证有时可以去美国 有简便的手续去美国 甚至免签证 如果不用签证 拿我们台湾民政府身份证去美国 如果如果可以谈判到免签证 那当然这个对我们的肯定是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做宣传 如果我们反过来再跟美军这边沟通 那他们有这样的idea 等到他们开会的时候 就不是怎么生疏这样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在实践上的安排这个时候 开始跟他们亲自沟通是非常好的时间 因为我们愿意又要去日本做个拜访 他的一个新闻活动 然后我们即将拿到身份证 所以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跟他们谈 然后我们也有办法告诉他们 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嘛 是那个如果美国又给我们很好的待遇 对那个身份证的一个待遇嘛 我们又有受到美国一个肯定 所以他必须中文叫做刮物相看 看我们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话题 因为这些人看官方的资料看得太久 所以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跟自卫队也好 跟那个美军开始展开这样的沟通 那也很高兴看到他们自己本身都有沟通的管道 所以这个先提起先生认识这些人 其实我们也很 我们问他说那你日本的支队对 对那个钓鱼台在巡视的时候 你知道台湾的历史你不是比较好跟所谓中华民国的这个官方沟通吗 他说他们基本上不太知道台湾的历史 所以你看这样不合理啊 如果他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 那他要跟台湾的巡回见或是什么 跟他们讲应该是更好解释的对不对 所以可见这个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洞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洞 他们没有正确的消息 那当然所谓正确的消息不一定是我们提出我们的版本 马上就接受 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讲法理嘛 所以把我们的历史版本 你可以移成一层到国防部或是哪里 寻求那个确认嘛 那等到你得到确认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你在钓鱼台你在这些地方 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地步 其实我们的观念是 对于所谓台湾当局 它的地理范围应该就是包括在台湾关系法的那个地理范围 那台湾关系法就是台湾澎湖嘛 所以其他的岛屿 这个所谓台湾当局或是目前是这个中华美国军方 它应该是远离啊 所以什么南山春岛什么东山春岛那些应该它没有份 呃 调以台也没有份 呃 所以这个是台湾当局它应该是 按照那个九金山合约这些东西 也是与美国军方的吧 所以这些种种的消息和观念 我们也应该做一个适当的教育的动作 但是现在可能经过跟我们方面 他们才比较愿意听 所以我们先要跟那个美国在东京大使馆 还有其他美军在日本的这个军方联络处 要先跟这些人先沟通 然后看沟通到什么程度我们再翻过来 再进一步跟那个第七监队的那个队长 我有他的名片 还有副队长 我们说OK 我们已经跟他们谈到这里 那现在时机的问题是什么 呃 当然有人说这些人就是听命令 最上面军方最上面还是总统有办法 但是毕竟你这个话题 如果完全没有人听过 那你也不好讲 是不是这样 你很好的方法就是跟下面的人沟通 那等到哪一天正式的会议上有这个话题提出来 那这些人的接受度会比较高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 虽然决策是在上面 是在欧巴马 希勒雷这些 但是你不能忽略跟希勒雷